哈喽大家好,我是马克,欢迎回到马克时空 美国空军在6月27号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纪念飞行活动 以纪念100年前陆军航空勤务队首次成功进行空中加油试验的重要时刻 它安排出了超过150架的空中加油机在全美50个州进行飞行 展示了空中加油技术对美国航空能量支持的重要性 以及对实现全球投射战略目标的贡献 让我们回到1923年6月27号 当时的陆军航空勤务队派出了两架DH-4B双翼机 在圣地亚哥上空进行了一次测试飞行 他们使用了加油软管完成了空中加油和售游测试 这是将利用空中加油延长飞机续航力的理论 变为实际的一次壮举 今天我就来聊聊空中加油机的话题 现在距离首次空中加油已经过去100年了 美国空军早就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空中加油机队 这是队伍使用近500架服役多年的主力机型 像是KC-135和KC-10 还有最新投入使用的KC-46A 在6月27号这天美军派出了150多架空中加油机 与C-17、C-5、F-16等运输机或战斗机一起飞行 模拟在进行空中加油的同时飞越美国本土 1949年底 美国首先研发出可以伸缩的硬管加油设施并安装在飞机上 到了1957年美国派出5架B-52战略轰炸机进行环球飞行 在环球飞行当中 KC-97加油机提供支援 完美的帮助B-52战略轰炸机持续飞行了45小时 正是这一壮举引起了世界的轰动 让空中加油概念广为人知 这次对B-52进行的环球飞行的支援 说明当时的空中加油技术已经成熟 美国空军海军和陆战队都拥有自己的加油机队 当然空军的规模最大 目前美国有20个空运连队和空中加油连队 驻扎在至少26个基地设施 在科索沃战争中 北约共动员了240架空中加油机 执行了1.4万次空中加油任务 其中美军的战略轰炸机如B-52、B-2 都是从美国本土起飞的 如果没有空中加油机 这些轰炸任务根本无法实现 最初各国的加油机主要是轰炸机改装而来的 但成熟的大型客机具有巡航油料较低 维护保障便利 多用途潜力等优势 迅速成为西方国家改装空中加油机的主要对象 与轰炸机等大型军用飞机相比 民航客机改装为加油机的难度更大一些 民航客机在追求燃油经济性和远航性能的同时 不得不在滑跑距离、机动性能、飞应速度、适应范围、抗气流干扰能力和主机体结构、抗损伤能力等方面做出妥协 在改装加油机的过程中 技术部门必须对这些性能进行合理的调整或加强 才能成功改装出一款加油机 空中加油方式有软硬之分 最初发明空中加油的美国以硬管加油为主 其他国家则以软管加油为主 软管加油也被称为扶毛式加油 结构相对简单 加油机的设计门槛比较低 许多运输机只需要加装附件就可以变成加油机 例如美国海军在KA6D加油机退役之后 一段时间没有专用的加油机 所以就由FA-18E战斗机来代替 只需安装共有附件 FA-18E战斗机就能够为其他飞机进行加油 软管加油是英国最开始实用化的 1949年开始使用 主要是由一条长20到30米的软管和一个漏斗状的扶毛加油装置组成 收油机也只需要安装固定或者是伸缩的收油管就可以 在飞行过程中将收油管接上漏斗状的扶毛后就可以加油 也不需要加油管操作员 一台加油机也能装多条加油管能同时为多架飞机加油 不仅是固定翼飞机 直升机也能用这种方式空中加油 原本没有空中收油能力的飞机 在安装加油探头和修改共用系统后 也可以接受空中加油 我们看到很多战斗机在座舱旁边前方增加了加油探头 然而软管加油的缺点呢 是对受油飞机的技术要求比较高 飞行员必须仔细将加油探头和漏斗状的共油扶毛对接 并锁定才能开始加油 而且扶毛容易受气流影响持续移动 如果气流不稳定很难与扶毛对接上 过去也出现过飞机持续无法与扶毛对接 导致飞机耗尽燃料的情况 成功对接后 受油飞机也不能放松 必须持续保持两架飞机的飞行速度 否则受油飞机可能会将扶毛拉断 而且加油探头在高速飞行时也会产生较大的噪音 甚至影响飞行速度 硬管加油也被称为飞横式加油 它的结构比较复杂 但对受油飞机的技术要求比较低 硬管加油机使用硬式加油管 与受油飞机的受油口对接 相对稳定可靠 不容易受气流影响 硬管加油是美国空军发明和主要使用的空中加油方式 它使用可调节方向的伸缩硬管 对准飞机上的受油口进行对接 硬管加油管是刚指的 能够承受较大的迸送压力 因此加油效率高 每分钟加油量4000到6000升 而软管加油速度一般每分钟只有一两千升 受油飞机只需要稳定的保持高度和速度 其他工作是由加油机上的专业人员执行 目前使用硬管加油的飞机 主要由美国制造的KC-135、KC-10、KC-767和KC-46 而且欧洲制造的加油机也都可以安装硬管加油臂 美国空军拥有500多架空中加油机 是全球拥有最多空中加油机的国家 这些空中加油机的数量显示出 美国空军在长城投射能力方面的雄厚实力 在保护国家和盟友利益 执行多重任务方面具有独特的战略优势 美国空军因此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快速部署和执行任务 并保持持续的空中制空权 增强了美国空军的效率 不同国家的航空业发展状况各有差异 因此各国在空中加油机的发展上呈现出独特的特色 同时未来的空中加油机将朝着多功能 无人化和隐身化等趋势发展 载油量将更大 加油效率将更高 而且将被更多国家广泛的装备和使用 为了满足加油机的特殊功能需要 通常需要对原始平台进行结构调整 为了能最大限度的多装燃油 飞机的内部结构需要调整油箱和货舱的布局 有的还在货舱增加了额外的油箱 外部结构方面 加油机还需要在机尾和机翼等位置安装相应的加油设施 并与机内的油箱相连 美国和欧洲拥有丰厚的民航飞机平台资源 所以大多数加油机都是由民航客机改装而来的 前苏联和俄罗斯则选择了1276作为空中加油机平台 中共则用轰6和运20来改装成加油机 目前数量最多的KC-135加油机是1950年代开发的 以波音36780作为开发基础 采用四代发动机 为了扩展KC-135的战备能力和提升系统的可靠性 进行了多项的性能提升 驾驶舱部分包括方位仪雷达 GPS导航 并配备全新的自动飞行系统 成为玻璃驾驶舱 现役的KC-135R换装了著名的CFM56涡扇发动机 增加了50%以上的航空燃油载量 最大载油量90.6吨 最大供油量68吨 每分钟可输油3028升 美国现在保有近400架KC-135 是最庞大的加油机家族 美国目前使用的KC-135、KC-10加油机 都已经步入高龄了 2011年美国空军宣布 选择波音公司的KC-46A 作为下一代空农加油机 KC-46A使用波音767商业科技机体改造而来 美国预定在2027年前引进179架KC-146A 用来替换KC-135和KC-10 目前已经至少交付了72架 KC-46A使用两台普惠的PW-4062涡扇发动机 共油量近94吨 拥有硬式和软式两套加油系统 每分钟可输油4180升 KC-46A还具有多功能性能 战时经过简单改装 就可以作为运输机使用 可装载43吨货物或者是200多名士兵 还能够充当空中临时急救中心 具备一次性撤运58名病人和相关设备 或者是收容120副单价的能力 还可以混合搭载普通乘客、伤病员与货物 KC-46A虽然不是最大的加油机 但数量庞大 具有相当的使用弹性 A330M2TT是一款多用途运输加油机 是基于A330-200型迷航客机改装而成的军用机型 具备空中加油和运输多种功能 它也同时配备了硬管的空中巴士 军用空中加油臂系统和腋下软管加油夹舱 A330M2TT的最大燃油容量是110吨 最多可以同时为三架战机加油 最大供用量68吨 软管加油速度每分钟1590升 硬管加油速度每分钟4540升 它还具有运输功能 各舱经过改装成单一舱等 最多可以容纳380名乘客 用于大规模的部队运输或者是运送军政要员 它还可以执行医疗后送任务 可以携带最多130个标准单价 主甲板可以运输各种货物 包括标准的商业货柜和托盘 军用设备和大型物品 A330M2TT是目前世界上最经济和最大的空中加油平台 被澳大利亚 英国 新加坡 韩国 以色列 挪威 芬兰 比利时等国采用 苏联虽然也生产过不少民航客机 但还是选择了军用运输机1276来改装成加油机 就是1278 它有三个软管加油吊舱 可以同时为三架战机加油 最新型号1278M 为了减轻重量增加载油量 拆除了货运的设备 货舱里面加装了第三个油箱 具有高达106吨的共用能力 最大加油能力每分钟2340升 苏联解体后 乌克兰接收了半数的1278M 有21架 整修后陆续卖给了安格拉 利比亚 阿尔及利亚 巴基斯坦和中国 中共虽然一直想拥有加油机 但前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 就是不卖加油机给中共 中共只好将轰6改装成加油机 在1990年代测试定型 但共用能力只有18吨 也不能给苏27 苏30等苏制战机加油 局限性很大 所以中共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加油机 2005年 中共曾向俄罗斯订购了 34架1276MD运输机 和4架1278空中加油机 但是这项计划最终搁浅了 中共最后又转向乌克兰请求帮助 最后买到了三架1278M 但这三架都是用比较陈旧的飞机 改装而来的 飞行妥善率并不高 积极寿命也有限 2021年中共从运20改装而来的 运油20加油机 首次亮相台湾海峡 和1278一样 运油20具有三个软管加油吊舱 也采用货舱里面加装油箱的方式 来增加载油量 运油20的载重量有66吨 比1276要大一些 因此运油20的供油量 应该也会超过100吨 为了能够在较低速度下 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 美国在C130大力神运输机的基础上 改装出了KC130系列加油机 而欧洲则用A400M运输机 改装出了加油机 随着可以雷达隐身的 第五代战机出现 未来与这些隐身战机配套的 空中加油机 要求也具有隐身能力 和更高的加油效率 并向无人化迈进 波音公司为美国海军研发的 MQ25舰载加油无人机 机长15.5米 翼展22.9米 具有隐身能力 MQ25采用软管加油方式 可以提供在航空母舰 930公里以外 6.75吨的加油能力 除了空中加油 MQ25还可以执行侦查任务 美国海军计划 至少采购76架MQ25无人机 装备在航空母舰上 预计2026年 率先在罗斯福号航母上 开始服役 MQ25在2021年 成功为舰载机 FA-18F超级大王风战机 ERD鹰眼预警机和F-35C闪电战斗机 进行了空中加油测试 创下了航空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MQ25A服役以后 可以解放部分用于加油的 超级大王风战机 提升舰载机的作战范围和任务能力 美国海军在2023年2月 批准了MQ25A进入低速生产阶段 并计划在今年第二季度 向波音公司授予69架的生产合同 好了 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 请继续关注马克时空 咱们下期再见